梦想 现实和感悟 大家好 我是哈利 欢迎来到哈利wood 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怎么走出做演员的第一步 然后同时也是在回答 有些朋友的问题 在开始之前呢 我得声明一下 就是说 我其实个人也是一个 经验有限的一个演员吧 然后所以的话 我所分享的主要是从我的角度 一个是我自己的个人的 怎么开始演的一个过程 然后以及我所知道的一些 有限的一些经验 所以的话在这里是 只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希望能够给你有些启发 然后如果说的不够到位的地方 或者说你有什么更好的建议 或者说你有什么经验 我想在听我的 看我的视频的朋友当中 也一定会有一些 就是很专业的演员 或者说是制片人导演 我希望也能得到你的一些建议 好的 那我们就现在 先开始来讲我的过程 那我的话 其实是从小就有演员梦 但是一直没有胆量 就一直搁在心里面 直到我来美国之后 我才下定决心 就是我要做一些 跟影视相关的事情 那你知道我从小就想做演员 但是我还是说我要做跟影视相关的事情 所以我就等于说走了一个 在开始的时候就走了一个弯路 因为我不够自信 然后对自己的表达能力语言 还有形象 包括自己的年龄来说 都是觉得没有优势 在这个时候去做演员 几乎就是觉得是太晚了 或者说是不太可能 就说那怎么去克服很多条件上的不足呢 所以的话 我就是选择了先做幕后 那幕后的话 其实比较保险吧 对于我来说 因为其实幕后的话 只要你踏踏实实做事情的话 你是可以比较好的去在这个里面去发展的 因为毕竟他这个主要是看你的做事的能力 和责任心 作为一个制片来说 那我就通过先做制片 然后了解了整个拍摄的过程 那我也会在拍摄的现场 会看到导演怎么导戏 演员怎么演戏 然后每个过程我都看在眼里 其实也就记在心里 那只不过没有真正去做 那就这样渐渐的 我在这个圈里面熟悉了之后 我才去尝试 就同时也有导演说 给你是一个群演吧 或者说一个背景演员吧 或者怎么样 然后就这么开始的 那这个过程当中 就是真正的站在了镜头的前面 然后再想象 当时以前看到演员怎么演戏 怎么去 然后也同时在听导演 怎么来安排 怎么来指导 我这个过程就是比较弯了 比较曲线 那我希望大家不要走这样的弯路 就直接了当 就你想做什么 其实有更好的方法 所以的话 我前面是我的过程 是这么绕了一个大弯来的 然后我觉得 如果你有这个兴趣的话 首先你得有兴趣 我觉得做演员的话 兴趣是最重要的 你要热爱这个东西 因为这条路的话 说实话并不是很好走 就是说起起伏伏吧 我觉得你会有经历很多过程 刚开始的话 你会找不到入门 你如何进入这个演员的这个途径 你找不到 然后进入之后 你可能会有一段时间 你觉得蛮好玩的 也能演 但演了一段时间 你会发现 其实又遇到了很大困难 我怎么能演得更好 然后会陷入一段长时间的那种困惑 不知道怎么去演 然后不断的否认之前的这个所演的东西 你会觉得之前怎么演的那么差 那其实这是一个很重要 很正常的一个过程 这个时候其实你在进步 因为你看的东西越来越多 你所体会的越来越多 你演的可能也越来越多 说的有点远了 我们拉回来 那我们说第一步 第一步的话 我觉得其实最直接的和最有效的是 去上学 或者是上表演课 那上学的话 你可以去一些社区大学里面 会有一些表演的专业 然后或者说你是去上电影学院的一些表演专业 或者如果你是只用你的partum的时间 或者你只有有限的时间 那你可以去参加一些职业的这个表演班 那这个也就是我也将要去上的这种课 那这个的话通常是一周一次 那你所花费的时间不是那么多 但每一次它会有两到三个小时 比较集中的一个时间 那这样的话 你就直接进入了这个acting的这个圈里面去了 因为你在通过学习 老师在教你 然后同学的一些互动 这样的话 你就你的这个network就不断的扩大了 你会认识更多拍摄的人 这是很好的方法 然后第二就是你可以看看你的社区 你的周围有什么表演的机会 以及上网去搜索一些casting acting的一些机会 包括群演背景演员这些 因为这些的门槛比较低 那也就是说你这样的话比较容易去参与 而不是说你一开始就去争取一个主演 主角的一个角色 这样的话你会一下就会遇到一些困难 在你一开始参与的这些舞台剧 短片短视频 这些拍摄的过程中 其实你也可以观察一下 就另外那些主角的表演的过程 或者导演怎么来安排 你可以学习到拍摄的一些知识 然后你可以看到 那同时你也可以建立一些 就是大家的联系 你跟导演可以交流 有空的时候聊天 这样的话你有机会 他能发现你的形象 可能符合我下一次的一个片子的一个形象 就这样你慢慢你的圈子扩大了 你的机会就越来越多了 其实蛮简单 也就主要我觉得就是这两点 然后自身的话 我觉得就是你当然要去多看看片子 你可以上YouTube 或者其他的很多视频的网站 去搜怎么去做演员 怎么去表演 怎么去看剧本之类的 这些都是可以在网上找到的一些信息 说完了这两个其实是最主要的 一个是上学 一个是去参加你身边的一些拍摄 还有就是你要做一些自己的准备 然后再有一些工具 那自己做什么准备呢 不管是拍过什么东西 大的小的你都把它列出来 作为你的acting的resume 然后还有就是你把你拍过的那些素材 也问导演啊 或者说问制片去拿 拿到你这个footage 然后去把它剪辑成一个你的acting reel 不管它好坏 至少是你目前所参与的 所有的你挑选最好的 那这样的话将来你去试镜的时候 也可以发这些资料给他们去看 另外的话记住一些工具 那工具的话就是现在很多app casting的app 首先我要推荐一个亚裔和华裔的一个casting的平台 它叫2casting.com 那这个是我的一个朋友他做的 那上面会有很多就是学生片也好 或者是短片和华语的亚裔的一些片子 那这样的话就比较适合我们目前来看我视频这些观众 你们的一些情况 因为听我的节目肯定是以华语为主嘛 那这些片子都是能对应得上的 还有就是casting networks 还有casting frontiers actor access 还有什么 还有backstage 那这些都是专业的平台 当中的话也有分很多就是不同的类别 我大概我所了解就是backstage的话 它比较就是服务于这些low budget的短片学生片 然后indie film也是独立的小片子 这些为主 同时也有广告 其他的我刚才说的那几个就是actor access 还有casting network casting frontier 这些就是有些比较侧重于广告 有些比较就是专业点 然后包括一些那个就是演员的agent 他都会就是要求你一定要在上面要注册 这些平台的话基本上都是收费的 所以你可以先看看免费的有哪些信息 对你来说有用 如果有必要的话你可以付费 但我觉得就至少就刚才我说的 第一个亚裔的这个casting平台 它是免费的 所以你可以从那个先开始 然后包括你的社交媒体里面去朋友圈 我能分享的暂时就这么多 因为也不是非常系统 我也没有怎么去详细的列 都是凭感觉来说 从我自己的一个过程到 我目前所了解的东西 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我希望这些对大家会有一些帮助 但当然我也不知道大家关注的是哪一点 或者说你还有什么问题 包括在听看我的节目的一些专业的导演 制片或者说是演员 也能给我一些信息来补充我的这个分享 让更多的想做演员的朋友能更多信息 谢谢大家 那今天我们就聊到这 以后我们可以继续分享 拜拜 拜拜